这个金马铃补写,这个是第一次因为贪污的行为, 使到我们要再多一次补写。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判决。 好像以前前朝他们是用金钱增值, 这一次就不能够降薪的工, 用钱来收盘全票。 但是当然我们要等这个上述的那个过程完成, 而且所知道的在上述应该是在一夜来判决。 所以如果是有补写的话,要等到过年,不了了十年。 但是在传统上,这个每个议席是由这个行动党。 所以尽管是行动党是补写人, 应该是由行动党来代表。 当然我们会向这个希望人们, 你就去考虑社会找个报告。 可是我已经指示这个马铃铃, 我们前的候选人, 去开始动员我们的这个整个组织, 整个党员跟活动, 为了要筹备,万一有补写的话。 行动党, 这个是行动党竞选的。 所以预想来是, 应该还是由行动党代表。 但是当然我们会向这个, 希望你们领导, 一次会做个报告。 所以到目前呢, 我看要等这个上述的过程完成。 行动党还有几个。